夜市打蛋豬遊戲是不少人的童年回憶 台中一隊雙胞胎兄弟從小在這裡長大 父母靠在夜市擺攤扛起家計 他們就努力讀書 國中會考都拿到5A10家的豪稱基因 雙雙錄取台中一中 段考前 會考前要重置的話 就會讓我們留在家裡讀書 但平常沒事的話 假日或暑假之類的 就都會去幫忙 想要去為他們分擔一點工作 兄弟倆回憶 爸媽每週兩天 原副新竹擺攤 假日則已點到苗栗跟台中的夜市 下午一點出門 回家時已經是隔天凌晨 雖然媽媽低調不受訪 但透露兒子們非常懂事 放學回家 自己做飯 讀書 睡覺 從不讓大人擔心 你以後要做什麼 跟爸爸講 你要做工作 你要做工作 要賺很多錢嗎 小時候同言同語 希望長大賺大錢 讓家人不這麼辛苦 求學階段果然很爭氣 每天早上六點 搭公車跨區上學 國中三年只補過一顆英文 成績還是名列前茅 對自己主要的希望就是 三年後的學測 希望自己的成績 也可以這麼好 想要進入 像台積電這樣的大公司 這樣的產業去發展 兄弟倆從小在夜市幫忙 知道父母賺錢不容易 未來會朝二三類組發展 期許自己能夠進入科技業 靠自己的力量翻轉階級 也成為家人心中的驕傲 記者楊勝利雲傑 台中報導 4273 く 5 5 8 9 9 7 感谢观看